众所周知 张兰和汪小飞一直活跃在直播间 尤其是张兰 她经常在直播间回应生活日常 还因此赢得了湛兰的美名 使得直播销量蒸蒸日上 可正所谓言多语诗 张兰和汪小飞用嘴笼络住了人气 但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大S正是看清这一点 所以才会默默收集证据 然后出手 换言之 她是做好了一击必中的准备 张兰和汪小飞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很难 毕竟很多事情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 说到这 经不住佩服张兰 大S方的律师声明发出后 张兰很快做出反击 她这一次不仅出言嘲讽 还很正式地发了律师函 律师函直指大S委托的律师 以集齐律师所违规炒作 要求对方立即书面道歉 否则将投诉该律师所 可能很多人没看懂张兰律师函的意思 简单解释一下 大S起诉张兰 汪小飞虽然法院已经立案 但并未判决 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都不能用侮辱 诽谤的结论去定义张兰和汪小飞 这就好比犯罪嫌疑人和罪犯 不仅叫法不同 更是在案件不同阶段中的不同叫法 犯罪嫌疑人是指未经审判 没有认定其有罪 但是经公安机关确认是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包括移送检查机关时 也还是使用这个称谓 罪犯则是指犯罪嫌疑人经法院审判 确定其犯了罪 再说回大S起诉张兰 汪小飞 她起诉的理由是侮辱 诽谤 这没有问题 可在法院未判决前 只能说张兰 汪小飞涉嫌侮辱 诽谤大S 不能认定他们侮辱 诽谤大S 而大S方的律师声明在表书上有奇异 张兰正式抓住了这一点 进行了反击 既没有正面回应大S的起诉 也没有沉默退让 而是剑走偏锋 将矛头对准大S的律师 张兰这一招是真的高明 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张兰真证明了对方律师 以及律所在专业方面存在问题 大S的起诉还有意义吗 当然 张兰不一定成功 但你却不得不承认 他这步棋够绝妙 人常说将还是老的辣 像大S这样的狠角色 也只有张兰能够应付得来 想想也蛮感慨的 汪小飞鲁莽又冲动 可大S和张兰却无比精明 倘若他与大S没有离婚 大S和张兰强强联手联手 家族事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绝非难事 出品的放了 我需要这些圣角